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用蒜蓉粉饰烤虾 首先我们把粉丝泡开 泡多泡少随意 然后呢我们再处理虾 准备一些蒜蓉 葱 干椒 虾建议用带头的更鲜 第一步呢 尖尖的剪掉先 第二步虾馅挑掉 找两个地方 一般就能挑干净了 清水淋过 最后背上一个个剪开 撒上一点盐花 接下来我们就起油锅做一个调料 虾本身没什么大油 粉丝又很吃油 所以呢我们可以稍多放一些油 如果你喜欢 什么素油都可以 我用的是自家炸的花椒油 油温温的蒜粒干椒粒就下 如果你不吃辣 可以少放辣椒或者不放辣椒 香味闻到后我们放生抽 眼睛闭一闭想想 这适量可不可以让你的粉丝入味了 适量的糖 融化后关火 这里我们把粉丝捞出瀝干 剪上两刀 直接倒入烤盘里 先调味 那如果你的调料量做的正好 那就正好 否则的话呢 你就一边拌 一边加 不要加太多了 否则的话粉丝像在水里煮 煮久了就不好吃 煮久了就不好吃 像这样拌好后还湿漉漉的就正好 然后虾放入 我们再拌一拌 烤箱开上下火 设定375度上下 30分钟 上面盖一层铝箔纸 叮咚时间到 取出后 我们立马撒上一把葱花 赶紧拌匀 上下翻透 让它干湿均匀 就可以上桌了 好来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